农历七月 我国习俗上称它为鬼月 为此月鬼门关大门常开不必 众鬼可以出游人间 七月十四 是鬼月中阴气最重的一天 传说这一天的子夜时分 停留于荒郊野外 会看到白鬼夜行的奇观 白鬼从奈何桥上过来 名思点起大红灯笼引领他们 朝着阔别已久的阳界浩浩荡荡而来 所以这一夜不以外出 小时候常听老一辈的人说 七月半鬼门开 这天千万不能到处乱跑 尤其是晚上 以下这些禁忌是老祖宗留下来的 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啊 农历七月俗称鬼月 是最要注意的一个月份 古代民俗称 鬼月期间的五鬼日 阴气最重 鬼门大开 对于本身阴气旧重的人来说 这几天就要特别注意了 因为阴气重的人磁场不稳 容易被强大的外界磁场所影响 夫妻尽量不要同房 君子应节制食欲 食物清淡 减少酸味 增加苦味 一干补肾 力求阳刚之体 使得阴气无从可入 此时节应敬仰 与自然和谐平定心气 以增强自身阳气 7月15日包容的节俗比较复杂 既是民间的鬼节 又是道教的中元节 还有后来佛教的于兰盆节 俗道三三结合一 依鬼月的十四条民俗禁忌 一 祭祀时要宿木端庄 以黑色灰色着装为仪 既红色等大红大紫之色 否则容易招致煞气 惹祸上身 二 拜祭时要态度要严肃端正 严肃端庄 不可大声喧哗 出言不逊会有不雅举止 据说否则会打扰到死者的灵魂 众者更会招致怨气 三 七月 要外出游玩的朋友 要在太阳落身前返回 否则阳气退去 阴气渐长 体弱多病之人则容易受到阴气袭扰 四 在七月十五的夜里 由于阴气太重 还是尽量不出门为好 而对于不得不出门的 应该尽量避免带红绳 铃铛 风铃之物出门 五 生理期的女孩子本身阴气也重 所以最好避开祭祀 禁足等场合 外出最好随身佩戴一些 辟邪祝孕的法宝 六 鬼节当天的阴气十分重 民间有传说 这天最好是要及早回家 夜晚不要停留于荒郊野外 不会很可能会看到白鬼夜行的奇观 七 在鬼节的这两天 在吃饭的时候 不要把两根筷子插在饭中央 这样好比是江香插在香炉中 犹如是在祭拜 这样会不吉利 而且会招来鬼魂来分享你的食物 八 鬼节的时候 一定不要外出游泳或者玩水 以免发生意外 也就是传说中的水鬼会找替身 然后投胎转世 九 外出时不要随意捡路边的钱财 因为这些钱 可能是用来买通牛头马面的 当你捡起的时候 鬼魂会认为 你是想要抢占他们的钱物 之后就会找你的麻烦 从而遇上不必要的麻烦 十 鬼节的时候有很多祭品 而这些祭品是用来祭拜的 而不是随便就可以拿来吃的 如果你胡乱拿来吃 那么很容易或从口入 为自己招惹到厄运 十一 中元节当天 一定要小心不要劈头散发睡觉 不然会被在外游离的鬼魂 认为你是他们的同伴 从而来到你身边 为你带来乐运 十二 中元节到了各家各户 焚烧明纸势必做的事情 而这些明显是烧给他们用的 如果你在走了行走的时候 乱踩乱跳在明纸上 那么会让他们认为 这是对他们的不敬 故而会惹怒他们 自然会对你不利 十三 不要熬夜 熬夜容易让你精神状态很差 鬼魂会在你精神状态很差 阳气低落时程序而入 十四 晚上禁止拍照 相机容易捕捉到不应该看见的东西 二 鬼邪最喜欢的十种人 一 盛气虚亏之人 鬼未来 脚底先发凉 二 作恶心虚之人 心虚则成鬼影 三 长期半夜不眠之人 阴阳颠倒 气血不调 四 好色淫荡之人 淫则肾气亏 五 长期处于恐惧焦虑之人 恐则伤肾 肾虚则见鬼 六 贪念过重之人 贪则意好气 心虚 七 过度劳累之人 劳累者气虚 气虚则卸入 八 过分悲伤之人 悲损气 易见鬼魂 九 常处死地之人 坟墓 灵堂 平尸间 殡仪管 十 运势困顿之人 人运衰微 气弱神虚 三 鬼月最辟邪的五件东西 关于鬼魂的定义 不同的宗教有不同的说法 就连科学也对其有独特的定义 不过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 你与这鬼无仇 他也不会吓你 鬼兵没有那么可怕 一 正气 这正气下则为和月 上则为日星 愚人约浩然 佩乎塞苍明 人形的端 坐的正 就算撞到鬼了 也难以为鬼所害 人身有正气 自然可以上和日星 无论日夜可得正气必有 正气在人心中 自然身中阳气充足 鬼看了一身正气的人 他还会害怕 二 应得 道家经典中说 应得福鬼 羊得福人 应得身后的人 不仅仅是可以福鬼 运气也会比普通人好得多 如家云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 提醒大家放身 行善可以积应得 作恶就会损应得 而一个人一旦把应得 积蓄到一定的程度 那些应的力量 就会对自己造成相对比较少的阻碍 三 佛 咒 念佛 经 咒的功德 无边无量 至尘送念可免一切灾难 不但自己的亲近 得吉祥 还能让你家宅安宁 让你事业顺利 南无阿弥陀佛 四 陶墓 雷基藻墓 在道教的传说中鬼门关前 就有一棵大陶树 在我国陶墓可以辟邪的历史 可以追溯到春秋时期 延免几千年大家怀认为陶墓可以辟邪 算是资格最老的辟邪神器了 同时 在道家的传统中 陶墓是避鬼的 而雷基藻墓则是可以治鬼的 这都是很好的戾气 五 镜子 如果红抱朴子言 世上万物酒恋成精者 都有本事假托人形以迷惑人 唯不能意境中真行 他们一看见同镜 也就暴露了自己的本来面目 于是赶快溜走 基于这一原理 凡巫是道观一流 在从事捉鬼妖等活动时 照例都要先用一面镜子 当时破妖怪的法宝 其实镜子乍现 妖怪就逃之夭夭了 本期的内容就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 不要忘了点赞加关注哦 下期见